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双肩轮骨 我们继续追踪这个Torcraft 我在星期五 在五盘的时候呢 就说他正在漫向 他不表价一块钱 这样他收盘的时候 就很适应的 没有debt回来啊 没有好像在Cosan这样 debt回来 Torcraft呢 才是继续的维持在 那个交费 筹盘价大涨超过8% 呃 受恭喜之前 留在这边买多的朋友 现在同样的 目标价才是这个 一块钱 这个一块钱是怎么涨出来的呢 当然主要就是看这个 呃 塔罗盘 塔罗盘进中的地方就是一块钱 还有这一个筹码 就是把主力电回这线 跟这条蓝这线 跟这个 呃直这线 你可以看到之前这边的时候呢 这三条线都是纠结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一块钱老实讲啊 是一个非常 呃强的主力线 大概是一块到 一块点零五分的啊 我不会讲一块 就是一块到一块零五分的啊 一块零五分吧 如果是正确点的话 所以一块零五分 就是它一个非常强的这个 主力线 呃 长期投资者 尤其是这个 呃回这线的 长期的 就是说之前 被套很久的 现在终于 来到可以解套的位置了 又是说 如果它的本钱是一块钱的话 收盘价是9块 呃9毛6 相差少过 4% 是可以忍受的这个 止损 呀如果你买在一块钱 要你卖在 六宝前 就很痛 因为你啊 又 40% 啊好像很痛啊 但是如果是少过5%的话 是随时会 随时是会 呃 止损的 没有痛苦的 现在就是看这个了 第一件事情 看一下这边的朋友 一块钱朋友 会不会开始 卖出去解套 然后终于很辛苦的 可以解套的啊 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 这边赚钱的朋友 我也不会说 哎我从 呃6毛钱左右 上到一块钱 我差不多赚了整 7-80% 我是不是要解套呢 我是不是要套利呢 这个也是 所以你看一下 现在就有两 两半人 两半人啊 一个呢就是准备 解套的朋友 这是一个卖压 另外一个就是 赚钱的朋友 要套利 这个也是一个卖压 还有一批呢 就是在旁边看的 可能有之前 有跟中文视频 一直看咯 一直看 最后都是没有买的 现在终于 一块钱 ok 到了这个位置 ok 当然啦 如果他有能力 他有能力突破 这个一块钱 或是突破这个1.05分 这个当然 是一个新的 买入的一个 讯号 之前这些套利朋友啊 之前这些要解套朋友 肯定也不会卖了啊 因为现在赚钱了吧 我看到股价上去 我这么要卖的话呢 就是这个原因 呀就这么简单 罢了 所以现在老实讲呢 如果有 还是要看他股价 有没有这个momentum 如果是有的话 解套朋友呢 是不会轻易卖出去 哎我都很辛苦的 我终于可以解套了 那些可以赚钱的话 我怎么要卖呢 赚可以赚钱 诶我可以赚钱的钱 怎么要卖呢 就是这么简单罢了 所以只要有一个 某一方面的人 哎看到什么不对路 不像一个红色蜡烛啊 或者是找一个很长上影线的蜡烛啊 这个呢 就会出一个很多人担心 哎是不是有些东西要出了啊 啊 解套的人要快快解套咯 之前准备买路的朋友呢 也不敢买了咯 所以就看这个 就要看星期一下个礼拜这个 蜡烛罢罢了 问如何 之前这边买路的朋友呢 目标价一块钱 没有ban 然后我们就看下一块钱 如果真的是 有u turn 这个肯定也是要套利啦 ok 这个就是我对talkcloth的一些看法 希望对你有帮助 这样明天开始的时候 对你判断 他的这个蜡烛形态呢 有些 看法 不要 傻傻的 等下又 股价上去的时候 又把它卖出去 股价下跌的时候 你又不肯的卖 就是这样子来看 希望这里面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不错的话 请帮我去share 帮我去like 如果有帮帮你赚钱的话 你要sponsor我 你要赞助我的话 你可以挺我喝杯咖啡 抓我members就可以了啦 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 我们就看明天 开始 他的这个也没有机会突破一块钱 或者一块零五分 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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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